謝謝,謝謝,謝謝大家 因為太多專家了 其實你叫我只是Foxshare 或者大家一起交流 我絕對不敢當自己一個什麼expert 因為我本身自己不是一個什麼program的 但是我從我爸爸年代做廠的 我做印刷的 然後我印刷就轉型自己去做推廣 由線下做一些back job 很基本的Velaga開始 然後就去到線上 因為我一直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這次可以跟大家分享給大家聽 今天我的題目比較深一點 因為也比較新一點 講一下CDP Customer Data Platform 在這個題目之前有一點我的介紹 也有一個content page 我會講一些什麼呢 我會講一些channel 一些digital marketing channel SIMINESS的CDP 還有一些支點是什麼 我們怎樣去應用 希望大家在這裡多些交流 大家小弟真的 都是一邊學習一邊去改 好嗎 這些小小的介紹 我自己本身也是 香港工業總會設計委員的副主席 都是Design Council的副主席 亦會做很多不同的議務導師 例如工作配分局 都是馬會的一個 一些generation的議務導師 這些不用說了 OK 飛的 今天大家要拿一些東西 對不對 這些是講公司的 做些什麼 OK 其實我們公司是做 IT solution 數碼推廣 和一些consulting service 我們的expert 一些e-commerce 一些customer data platform 我們不如了解一下 接下來的channel 就是比較 現在所有的東西都在說 Focus 或者叫做 Personal Continent 即是以往我們說 大量的EDM有出去任何人的話 其實已經行不通了 我們一定要很了解我們的客戶 究竟它的源頭在哪裡來 在什麼channel來 究竟它們favor些什麼 我們要知道 究竟我們用什麼的data 配合給它 令到它可以增大它的轉返 好 好了 我們有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GDPR 在2016年 就是叫做 歐文斯音條例 有一個修訂 令到很多時候 蘋果已經是第一個 舉手 立即說 追蹤第三方的數據 接下來 其實本身 應該以 我希望沒有記載 因為2022年度 Google說已經是取消 不過它又去延長了 去到2024年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死線 基本上 即是說 會資會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的投放的廣告 越來越難去精準 去告訴你的客戶 因為那個第三方數據 它不可以使用 所以你就會牽涉到 究竟廣告 我們做推廣的話 究竟何去何從呢 對 這個就是那個時間 就是說 接下來 2024年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很快 這一刻已經是 二、三年 十一月底 對 在LOOKIE 沒有COOKIE 什麼叫COOKIE 我都 隨便講講 什麼叫COOKIE COOKIE就是說 當你進入了網站之後 我能夠可以 拿到你 就是瀏覽網網站的歷史 瀏覽網網站的時間 看什麼 content 甚至乎 我們再做一些 remarketing 一些 我們叫做 display banner 那時候 我們都追蹤到你 在社交媒體 你怎樣走進來 全部都可以知道 接下來 就來會沒得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現在 有些前哨戰 有沒有聽過呢 我昨天上網都一直看 一些人都繼續在 post 有沒有覺得近來的Facebook 或者是廣告 好像沒有效果 花很多錢 都沒有幫助 那所以呢 就是我們就 就著這一堆東西 究竟我們怎樣 可以了解到 我們的校務的歷史呢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 出現了 就是有一種 叫做IT solution 叫做CTP Customer Data Platform 那我們呢 今天就會分享 少少 怎樣去運用了CTP 可以幫助得到我們 無縫接合 將一些 數據 接到我們的網站 收集 我們稱之為 First Party Data 對了 這裡都是講一講 怎樣去work呢 就是我們怎樣去 connect 數據 First Party 究竟是Mobile 還是哪個Drive 走進來 還有究竟 我們去塑造那個Portfolio 那個Personal Demonstration 那當我們進來之後 我們怎樣去smooth out 它呢 enforce 我們每一個開一個Event 怎樣去令到 我們可以sign run 最重要其實 我這裡特意 補大了一點 叫做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 就是令到我們可以 將這些資料 去區分了 然後我們很精準地 跟它做一些 或者是 Internative 也好 或者是再度形成EDM 或者是 Whatsapp 一會兒會說的 從而之後 Action 就像這樣說 Selling EDM 或者一些 unique content 或者是廣告 甚至是 Facebook 賣廣告 我也有資料 可以給它做 還有一些 Mobile的Whatsapp Message 在replace 雖然我沒有用過 但我都記得 這是一些 free 的partner 也可以試一下 所以 其實我會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用一些 在一個 Internative 裡面 將Facebook 放到replace 的backend裡面 那你見到 CTP究竟 有什麼結果 會走出來呢 其實就是 我們以往 我們用Google 去下廣告 我們只會見到 有多少人 會看過你的網站 多少人看過你的pages 但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看得到 因為這裡比較細 比較萌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看得到 在下面一點 有每一個人的 這裡 每一個人的portfolio 我們全部看得到 是說給每一個人 因為如果有些人 下開Google advertising 他會發覺 原來我們只是看到 只是那個 URL 那個favorite 但是 沒有留意到 原來我們要再細分一些 就是這個 這個portfolio 我們全部打開 每一個ID 全部打開 這樣 這樣 這裡都會有說 那 傳統的CTP 現在用CTP 傳統的GA4 和CTP 有什麼最大的分別 那 你會見到 我們是在這個 market effect裡面 那個personalize 是很重視的 還有我們拿到一些 很competitive 的一些pustomer data 令到我們可以很精準地去看後面的工作 或者後面的action 這樣 但是你看到GA4 是沒有的 沒有這些 甚至 現在的GA4 剛剛轉了沒多久 好了 那我們現在說 那究竟 接下來 我怎樣去將這些 apply to 去到 在 Wrapcast 或者是 甚至我們 叫CRM 因為後面的 其實我們都會著重 一個customer 的整個 體驗 那個 Behavior 的感官 或者一些 叫做 user experience 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 當我們 因為 其實 大家都知道 會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都會 經常都會想 究竟 我們應該怎樣可以 competitive 甚至乎我們怎樣可以 拿到一些report 或者是一些 叫做 sales pipeline 令到我們可以 tapping到我們的客人 或者我們可以check out 到客人的 轉化 或者是conversion 這裏 介紹一下 所以 我們公司 自己都去 那麼多年來的經驗 我們就開發了一個 叫seed sky server CRM系統 是一個server系統 來的 我想說一件事 我們的經驗是什麼 因為我們是做 market公司 很多時候 我們呢 我們已經在幫助 超過100家的美容院 接著還有很多 不同的 medical center 甚至有些brand去做 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一個情況 會發生的 這是一個事實 很多時候他們說 我們做了出來 沒有什麼效果 那不行了 那我問什麼 沒有什麼效果 他說 小人去和我買那些 或者小人去 上來我的店 去用 ok 接著我問 那有沒有查詢 有 有查詢 有些就會問兩句 有些就會問 不出聲 Whatsapp 經常會聽到 這些話 好了 我們發現了 原來呢 我們再細分一點 去聽 問他的數據之後 原來他發覺 他說有100個Whatsapp 但是真正買東西 可能只有5個 好了 那95%的Whatsapp 去哪裏呢 我就是要把這95% 我要全部拿出來 和他做ticket 和他做setment 和他做tipping 然後我們還要做re-marketing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錢 去inverse去買這100個的查詢 我們不希望他浪費了他 我可能未必做得到100 但是如果我有5個 我可能會去到10個 20個 那是不是應該會好些呢 那這個所以就做就了我 為什麼走去有一個 不是programmer 做marketing 還要做線 還要做ELIGA 做back job開始 跟著就變成了一個 做一個deporter 或者叫SaaS系統的一個 director 那就是我希望 即我不希望我的客人 我們用深暗去做這麼多 content 做這麼多 write-up 用這麼多 graphic design 我們有分析才做 跟著他浪費了所有 剩餘下來的一些 content 所以就 我們就開始在研發這件事 而研發這件事裡面 我們就開始發現到 原來我們可以 所以在我們的CRM在裡面 可以了解到客戶的數據行為 我們可以幫客戶做一些 不同的分類 去了解到客戶的behavior 那之餘呢 我們就可以 即是我們再樂心一點 就是說 開始現在已經是進行 一些叫CTP Customer Data Platform 那我們就接述一些API 還有我們可以做到一些 很personal的一些標籤 例如我們可以了解到客戶的 如果譬如 它是落回來線下 我可以問客戶 你這個data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可能告訴我 你的生日月份 從而我們可以在他生日的時候 寫多一些廣告給他 是的 那我們就 一直都會看著 customer journey 譬如他生日 我會給他一些QPont 那是否大大增加我們的conversion 或者是他生日 他不用這張QPont 可以share給別人 是吧 這裡是我們的application 都有很多不同的應用場景 例如在一些e-shop 或者是一些service的 一些industry 甚至是一些retail shop 是的 我這個是一個customer journey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 不少不免 一定要說 最重要是有 redpads的網站 其實我這裡 都加上一點 我很感謝redpads 其實因為我剛才說過 我不是一個programmer 然而我是在 2017、2018年 開始做轉型 其實我當時很害怕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轉型 我經常聽說做網站做網站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有一樣東西 叫做redpads 接著我就開始自己做 試一下做網站 當然現在做了一兩年之後 就馬上寫programmer 不是自己做 但是 就是redpads幫到我 是transformation了 我這個 我們稱之為 叫廠仔 令到我可以 甚至我們update一些 content 的時候 我們可以叫一些同事 可能是一些新入籍的文章 文章同事 去用redpads 然後做be each off purchase 它可以做一個 purchase offline log之後 它可以 拿回一些熟據的數據 然後 接著我們可以用 這些whatsapp 因為為什麼我會 這裡我會提提 為什麼我會用whatsapp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 我們大部份 每天在用電話 其實我們 你想想 我們最多的apps 就是最多的apps 香港計 或者很多地方都是用whatsapp 所以我就用了whatsapp 成為了一個 傳播的 也是最快的 那樣 這個是另一個application 都是關於我們的客人 去到一些 譬如美容院的時候 他去到store的時候 他光顧也好 不光顧也好 一樣我都可以 拿回他 或者remarketing他 這些都是我們的 一些做法 這樣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現在的人 很多時候 因為他欠缺了一件事 叫做 經常要touch他 經常retouch他 經常retouch他 那whatsapp 其實是 因為如果我們 如果拜我們自己的 的starts去 經常都說 你發訊息給同事 我不會理會你的 但是 whatsapp的API 即我們現在的 就是可以用我們的 checkbox 然後自動化去發訊息給他 經常摸著客人 那客人會經常覺得 我們中文講的 叫做擦存在感 令到客人會覺得 哎呀 經常記得我 真的很好 其實這樣就可以 從別人增加你的轉化 這樣 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好處 就是怎樣去 令到我們可以 剛才剛才說過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 增加到 user experience 亦都可以一個很有效的 一些市場的營銷方法 怎樣去推出 on-offline 因為 online是重要 但是今時今日 現在很注重的是 customer user experience 所以我們一定要兼顧 將客人由online 帶到offline offline 又帶回到online o-to-o的一個模式 這是一個今時今日 2024年新的一個 營銷趨勢 就是這樣 是的 有機會我們一會兒 我知道剛才有些 參… 來讀的一些 朋友們 都tap了我的NFC 其實我就給大家體驗一下 其實NFC不是最重要 其實是只一個再看 我給你一條link 是一樣的 基本上 不過就是你會感覺上 好像 好像有些實在的東西 有種感覺在 因為我給了一個 Calcode NFC 或者甚至乎 其實我最終 最前面我沒有NFC的東西 其實我最前面 就是一個WrapX的網站 然後我們去寫內容 SEO LotAd 然後引了很多客人去做查詢 因為那些人很多時候都不會說 我看到你的網站馬上光顫你 特別我們做一些高級的服務 那他在說做個費用 可能就算他用一個特價888 但他最後可能是888 那他們都可能會用WhatsApp 去釋除他們的魚類 釋除他們的 那個叫做 consideration 所以我們會 即我們還會 將這些 conversion 帶到WhatsApp 然後WhatsApp 怎樣去令到他可以 我們可以 在我收到他的WhatsApp 排行之外 我已經知道他的行為 因為 因為我的 CP 已經知道他從哪裡來 究竟他 Stay了多久 源頭多久 我已經有了數據在那裡了 你便可以很精準地了解 究竟他對你的產品 有多熱度 有多高 最後 我們去年有一個密碼的解 所以今年我也加了這個密碼 希望今天就有少許的分享 雖然時間不長 但希望大家可以更多互相交流 大家可以更多的學習 好嗎 多謝大家 謝謝